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我叫江欣,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疫情期间,公司业务不太稳定,我老公浩强提议,投资比特币。 比特币我也听说过,但我一直觉得这些高科技太云山雾罩,不敢涉足。 但是浩强说,现在大家都宅在家,一切和互联网相关的东西都是大涨的好时候。 要买比特币,据说要干一种叫做挖矿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要花钱买很多电脑。 浩强想到了一个办法,盘下来一家网吧。 浩强打听道,有一家网吧因为疫情要经营不下去了。 这家网吧的所有人,叫做丽姐。 丽姐年龄比我们略大,但风韵犹存。 我和浩强一起看了店面,都挺满意。 我觉得保险起见,最好先租下来。 浩强却说,丽姐要回老家,只卖不租。 无奈,我从公司里周转了一部分钱出来, 除了网吧的房款,还有先期的启动资金, 基本相当于全部的可调用资金,都转给了浩强。 我对浩强是无条件信任的。 人家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但我觉得浩强不是那种人。 我五年前认识的浩强, 当时浩强是我们一个客户公司的市场专员, 虽然职位不高,但做事非常负责。 一来二去,我们就产生了感情。 浩强家是农村的,很穷。 他大学没毕业,父母就出意外去世了, 家里就剩下他和他妹妹。 那时候,浩强不光要自己挣钱交学费, 生活费,还要挣钱养活妹妹。 幸亏后来兄妹俩都争气, 先后从大学毕业。 后来浩强给我讲起这些的时候, 轻描淡写, 但我更觉得这个男人有责任心, 了不起。 我们家,我挣钱比浩强多很多, 但夫妻过日子又不是比赛, 何况浩强只是没有我家里的资源和人脉。 论能力,浩强不比任何人差。 何况很多那些商场上的成功人士, 我也都接触过。 大部分都是家里一个家, 外面一个家。 而我从来不担心浩强这些。 他的手机密码, 银行卡密码我都知道, 平时非必要的应酬九局浩强, 也从来不参加。 有时候我工作忙, 不管几点到家, 家里必定有浩强准备好的饭菜。 所以,浩强说要做比特币, 我觉得无论成功与否, 我都应该支持他。 毕竟,男人更需要在事业和金钱上证明自己。 不到一个月, 浩强已经把那个网吧弄得像模像样, 很多台电脑都在勤勤恳恳地挖币。 那个时候, 我也开始关注比特币, 果然价格在一路走高, 看起来比股市要稳定不少。 这个时候, 如果要说唯一有什么问题, 就是浩强的妹妹小月了。 小月毕业后, 在我们这里的银行工作, 后来浩强不放心, 小月一个女孩子在外面租房, 就建议她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我们住的这套房子, 是我在婚前买的, 那时候房价不高, 房子很大。 我就同意让小月过来住我们的客房。 没想到, 我把事情想简单了。 有一次, 我们三个一起吃饭, 小月突然掀翻了桌子, 浩强一个大男人控制了半天, 才把她控制住。 后来浩强告诉我, 小月从小就有躁郁症。 之前吃药已经大部分吃好了, 最近因为她忙于比特币, 可能对小月的吃药监督不够。 虽然我有些埋怨浩强之前没有告诉我这些, 但我更觉得, 浩强这些年自己拉扯妹妹, 太不容易了。 当然, 在这之后, 小月的病情并没有反复, 但我却总是觉得, 家里有个随时会爆发的炸弹。 就这样持续了大概半年, 浩强突然告诉我, 现在有一种叫做狗狗币的东西, 很有升值机会。 她打算入手很多, 但是需要大概两百万的资金。 她预计在半年内就会涨至少十倍。 两百万, 实在不是个小数目。 之前我们的钱都在比特币上, 市场正好, 有点舍不得抛售。 而家里唯一剩下值钱的, 就是我们住的那套房子了。 我向来是不主张, 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 一旦炒币出现问题, 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但是浩强却给我进行各种洗脑。 小月也说, 以他在银行的关系, 万一出了问题, 也不会收走我们的住房的。 我看了看比特币和狗狗币的近期涨幅, 最终下定了决心。 而且我总觉得, 家是两个人的, 不能因为钱的事情影响夫妻感情。 既然浩强看好, 那我就陪着他赌一把。 正好小月在银行工作, 我们就委托他帮我们进行抵押贷款。 我当时正在忙公司的事情, 就把房本和房屋授权书都给了浩强和小月。 噩梦从此开始。 半个月之后, 当我以为一切进行顺利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 门口站着一对小夫妻, 他们想在搬进来之前, 再确认一下家里管道的情况。 搬家? 我一下慌了神, 难道是当时的银行贷款出了问题? 小夫妻也怕有事, 还给我展示了他们的购房合同。 在购房合同里, 我赫然看到了浩强的名字。 我立刻打电话给浩强, 浩强一听也愣住了。 然后他告诉我, 马上回家处理。 我立刻电话小月。 小月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这样等了浩强一个小时, 他也没有回来。 中间无论再怎么打电话, 也无法接通了。 我立刻慌了神, 打算去浩强的网吧找他。 网吧我之前也来过, 这次却觉得大不一样。 大门敞开, 屋里一个人也没有。 原来灯火通明的房间, 现在一片漆黑。 我一推门, 门就开了。 电脑倒是都在, 但都黑着屏幕。 一摸一层灰, 看起来也有段时间没人来了。 我叫着浩强的名字往里走, 并没有回声。 突然, 一把刀抵在了我的喉咙上。 说, 你哥去哪儿了? 原来是历姐, 当时的那个网吧老板娘。 我哥, 我愣住了, 我没有哥呀。 历姐, 把刀放下来说话。 装什么傻, 你个浩强啊。 历姐, 浩强不是我的哥哥, 是我的丈夫。 而且, 我现在也在找他。 经过和历姐的一番解释, 历姐终于放下了刀子。 在历姐那里, 我又听到了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原来, 历姐确实是想要卖掉网吧, 但是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浩强。 没多久, 两个人就好上了。 浩强跟历姐也是同样的说辞, 比特币的收益好, 回报高, 现在网吧的生意不好做, 做比特币却正合适。 手里的这些电脑也有了用场。 而且浩强还跟历姐保证, 到时候赚了钱, 他们俩三七分成, 浩强只拿三。 浩强当时的原话是, 大头的钱上交老婆, 天经地义。 而我那次和浩强一起见历姐的时候, 在浩强的嘴里, 我就成了她的妹妹。 我当时还埋怨她, 怎么不正式把我介绍给她家里人。 她跟我说, 想要在最正式的场合隆重介绍我。 我听了心里还美滋滋的呢, 历姐好像还沉浸在了当时的甜蜜回忆里。 听着历姐的话, 我虽然表面不露分毫, 但心里就觉得有把刀在割。 我一直以为疼我爱我的丈夫, 居然背着我在外头还有一个情人。 甚至还主动介绍了我和她情人见面。 那你后来是怎么发现她有问题的? 我问历姐。 今天浩强在网吧工作, 突然接了电话。 接完电话她神色就不对, 听历姐这么一说, 我猜那个电话是我打的, 当时我正被两个要搬家的小两口堵在家里。 后来她出门偷偷摸摸地打电话, 我就多了个心眼, 悄悄跟上了历姐继续说。 然后呢, 她去哪儿了? 我追问历姐。 她哪儿都没去, 但是我听到她给她妹妹打电话, 让对方订最快去日本的机票。 我当时怕她发现我, 就藏在了门后头, 可等我出来, 她人已经没了。 难怪历姐一看见我这个假妹妹就急眼了呢。 对于事情的真相, 我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我让历姐别着急, 我们一定会找到浩强的。 我有个高中同学, 有些门路。 我电话给她, 请她帮我查查浩强的行踪。 怎么着? 桌奸啊? 这个我最擅长了, 等我信。 我也懒得继续解释, 只是跟她说, 你再帮我查查她家里情况。 没一会儿, 对方就把我要的信息都找来了。 浩强已经订了后天飞去日本的航班 和最近几天在机场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和她一起登记的, 果然是小月。 不过, 小月不是她的妹妹, 而是她的姐姐。 我之前遇到的事儿也不少, 但你这个还是突破想象啊, 再怎么说, 也不能和家里人搞到一起啊, 虽然是养女吧, 但毕竟一起长大的, 我那个同学感叹了几句, 就挂断了电话。 浩强家里是农村的, 我估计是小时候她妈妈生育困难, 就抱回了一个孩子养, 也就是小月。 后来生了浩强, 小月也一起养大了, 就不知道是当成女儿养, 还是当成童养席, 真是青梅竹马的好姻缘。 到了这里, 我如果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那就真的是活该被骗了。 这对青梅竹马是一对苦命的穷情侣。 后来虽然都考上了大学, 但也只是普通打工族。 但好在浩强还有些姿色, 就打算骗一个我这样手里有钱, 脑子不好的。 在这儿, 我还真要说一句, 浩强, 真爷吗? 为了钱, 只是牺牲了自己的色相, 自己的小媳妇小月, 还是护得死死的。 也难怪, 我和浩强结婚没多久, 小月就搬了过来。 原来, 她是担心浩强真的和我假戏真做。 而那次发病, 估计也是被我们俩的真情和假意气坏了。 但我的房子和钱, 都属于婚前财产, 如果离婚, 浩强一分钱都拿不到。 她只能通过各种借口把钱骗出来, 让我主动给她。 对于怎么套钱套房子, 他们还真想出了一套完美的妙计。 首先, 是骗我转钱给浩强, 去买丽姐的网吧。 按照丽姐说的, 网吧一分钱都没花浩强的, 那这笔钱和我转的启动资金, 自然都去了浩强的账上。 接着, 他们又用底特币的名义, 把钱偷偷从浩强这里转给了小月。 虽然我有浩强的账户, 但后期这个账户里, 其实根本没多少钱。 浩强给我的解释是, 虚拟货币都存在电子钱包里, 不是在我们普通的银行账户。 但我估计小月为了保险, 把钱都转到了她自己的名下。 虚拟货币我估计只是对我虚拟, 对他们是真金白银的钞票。 最后, 他们还惦记着我的房子, 以贷款的名义, 骗到了我的委托书, 然后用我的委托书和身份证, 办理了房屋买卖。 从始至终, 我都一点疑心都没起。 更可恨的是, 这一切从手续上都是合理合法的。 现在, 我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把钱要回来了, 配偶继承法, 你要我的钱, 我要你的命。 而一个计划也逐渐形成, 人也不能一辈子倒霉, 到了这个地步, 连老天都在帮我。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他们飞日本的酒店要延误两周。 这就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去实施自己的计划。 我要把我之前失去的, 一点一点拿回来, 还要你们的命当作补偿。 要不咱们去报警吧, 找警察解决, 历解建议。 历解, 这事儿警察管不了。 首先, 浩强失踪还不到半天, 而成年人失踪立案至少需要四十八个小时。 那诈骗呢? 他骗咱们钱了呀, 历解有些着急。 他骗你什么钱了? 历解, 你的网吧和电脑可都还在呢。 你这顶多算合伙做生意失败。 可骗你的钱了呀, 你的钱和房子不是都没了吗? 但我们是夫妻呀, 夫妻间互相转移财产, 怎么能算诈骗? 房屋授权书也是我主动给的, 并没有受到胁迫。 至于我说, 他们骗我给的授权书, 有什么证据呀? 到现在, 我才发现他们的处心积虑。 所有说的这些, 都是当面说的。 我们从来不在微信上讨论这些内容, 即使有时候我问浩强一些问题, 浩强也会语音通话打回来。 所以, 我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 所以, 只能靠我们自己。 我问丽姐, 认不认识想挣钱的小伙子, 我就一个要求, 帅。 妹妹, 我知道这事出了之后, 你心里窝火, 但也不能随便就找个人啊, 丽姐以为我要对小帅哥图谋不轨呢? 放心吧,丽姐。 我现在动什么也不动感情, 小帅哥是为了咱们的复仇大计。 我把我的大概想法 和丽姐一说, 丽姐立刻同意加入, 小帅哥我认识不少, 之前那帮天天混在网吧打游戏的, 好多都是长得帅, 但不爱学习的。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我给了丽姐一个地址, 让她找到人之后, 让小帅哥晚上 跟我在那里碰头。 之后, 我打车回了家里。 说到家, 其实这里已经马上就不属于我了。 但慢了也好, 当我再次走进门的时候, 想到这个房间里, 曾经也住着那对肩夫淫妇, 我就觉得生理性的厌恶和反胃。 我把所有放贵重物品的地方都扫了一遍, 还把会藏东西的地方都一一翻遍。 果真, 浩强和小月的护照和身份证 已经都不在了。 银行卡也一概没有。 不过, 也因为那对小夫妻的突然来看房, 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还有一些东西, 他们落在了这里。 我心里更有底了, 拿上自己的常用物品就出门了。 到了酒店的时候, 我已经比当初和丽姐约的时间晚了不少, 但那个丽姐找的小帅哥还在等着我呢。 你好, 你就是江小姐吧, 叫我小马吧。 丽姐眼光不错, 这个小伙子年轻帅气, 正是我想找的。 你好小马, 等我一下, 咱们先开房。 之后, 我坐到了大堂的沙发上, 小马也跟了过来。 江姐, 咱不是开房吗? 跟大厅干嘛呢? 放心, 等会儿就好了。 这种五星级酒店的前台, 嘴巴是很紧的。 甭管我是愤怒的太太, 还是崩溃的前妻, 都不会把贱人的房号告诉我。 但我好歹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 对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还是非常了解的。 小月的肠胃一直不好, 所以很早就开始吃素了。 所以说, 贱人就是矫情。 以前浩强跟我一起, 还能顿顿吃上肉, 不知道以后天天跟兔子一样吃素, 他是不是受得了。 说回正题, 来之前我查过, 这家酒店附近只有一家素菜馆, 还是小月很喜欢的一家素菜连锁店。 今天是他们大功告成的日子, 又不太感到外面大肆庆祝, 还不定点喜欢的外卖吃。 想到这对贱人吃我的用我的, 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在外卖里下点毒。 我跟小马交代, 看着点进出的外卖员。 现在这饭点, 估计一会儿他们就会下来取餐了。 我把浩强的照片给小马看了, 还交代了注意事项, 自己则找了个隐蔽的位置藏了起来。 果然, 一会儿一个外卖员就拿着素食店的外卖进了大堂。 没一会儿, 就看到孙浩强下楼来拿外卖。 我示意小马, 跟上去。 现在, 我的计划正式开始。 我估计, 现在他们所有的钱应该都在小月的名下。 他们期盼的结果, 就是拿了我的钱。 出国开始新生活, 而我呢, 即使想再婚都不行, 毕竟我的丈夫只是失踪, 还没有死亡。 即使以后找到她, 也顶多算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的第一步, 要设计让他们转移财产。 只有钱到了浩强这里, 我才能继续下一步的行动。 小马果然按照我的要求, 搞到了他们的房间号。 姐, 我一路跟着她呢, 一千二百零七, 小马跑回来跟我邀功。 是按照咱们之前说的办的吗? 我问她。 放心吧, 姐, 我就大摇大摆地跟在她后头。 她开门进房间的时候, 我还特意向她邪魅一笑。 攒着魅力, 男女通杀。 姐你放心吧, 没想到这倒是个天生的戏精, 正合我意。 我去前台开房, 一间一千二百二十四, 我住在贱人房的正对面。 一间一千二百零五, 小马住, 在他们的隔壁。 临上楼之前, 我叫住小马, 这是五万块钱, 是成之后, 再给你十万。 没问题姐, 肯定能成。 我一会儿上楼就开始。 我们各回房间之后, 没一会儿, 我就听到隔壁房间 响起了电话铃的声音。 看来这五星级酒店的隔音 也一般啊。 再加上我淘到的偷听神器, 隔壁的声音一清二楚。 电话是小月接起来的。 你好, 对, 两个人, 不方便。 嗯, 一会儿联系吧。 其实我的计策很简单, 就是大名鼎鼎的离间计。 我让小马冒充工作人员 给他们房间打电话, 如果是男的, 就挂断。 如果是女的, 就随便说点不重要的问题, 但是务必要保证对方 给出指定的回答。 刚才的对话, 我估计是这样的。 你好, 小马说道。 你好, 您是1207房的住客吗? 对, 您房间里有几位住客? 两个人。 我们可能需要对您的房间进行消毒, 您现在方便吗? 不方便。 那我稍后等您方便了再联系您。 嗯, 一会儿联系吧。 电话的话术可以随便换, 问卷调查呀, 整理房间啊, 更换室内设备呀。 但我要保证频率, 让小马每天至少打三次电话。 都是男的接就挂, 女的接就说话。 这样一来二去, 我不信浩强不起疑心。 终于, 有一次小月打电话的时候, 浩强把电话抢了过去。 小马也机灵, 一听到对面的电话换成了男声, 立刻说, 对不起, 打错了, 然后迅速挂断了电话。 我就是要激起浩强内心怀疑的种子。 你们虽然是青梅竹马, 但你们是贫贱夫妻, 现在你们有了钱, 就体会体会钱烧人心的滋味吧。 我还安排小马, 差不多到了饭点, 就去电梯口等着。 一般都是浩强取餐, 果然遇到真爱, 就是勤快的不行。 每次我发现浩强要出门取餐, 我就让小马从电梯口往房间这边走, 在路上狭路相逢, 次数也不用多, 有个两次, 留下个印象就行。 接下来, 我就要点第一把火了。 有一次, 浩强像以往一样出门取餐, 留小月一个人在房间里。 我在楼下大堂的隐蔽角落, 监视浩强。 而小马, 终于要正式登上舞台了。 小马敲响了他们的房门, Room 3。 小月果然打开了房门, 看到门口站着的不是穿着客房服务员服装的小马, 马上就要关门。 小马连忙举起手机, 等下小姐, 我确实不是客房服务员, 可您看看这个照片, 这上面的人您见到过吗? 照片本来我们是想在网上随便找一张, 没想到小马如此敬业, 贡献了他二叔的照片。 这是我的爸爸, 有老年痴呆, 这几天和我一起住在酒店里, 但今天我下楼取餐, 等我回来, 没想到他走失了。 你有看到他吗? 小马入戏很快, 一个孝子形象三言两语就立住了。 没有, 实在抱歉, 希望你早点找到爸爸。 要不你给警察打电话吧, 小月接过手机, 认真端详, 看起来还真是一个热心为人的善良少女。 打了, 警察也在找, 但我觉得, 当儿女的什么都不做也不行, 小马继续她的表演, 其实这是我的养父, 我的生生父母是谁,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有时候想, 我每天照顾着我的养父, 谁来照顾我的亲生父母呢? 而当初, 他们又是为什么不要我的呀? 这一套说辞, 我是特意为小马鞭的, 就是为了带出小月的同理心, 如果能有点附加效果, 能为我们的演出增色不少。 果然, 小月也有些哽咽了,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请跟我说, 我和你一起找。 就在这个时候, 小马的手机传来一声震动, 这是我给她的信号。 我的职责是监视好强, 看到她取完外卖, 上了电梯, 直到电梯快要到达他们的楼层, 我立刻给小马电话信号。 小马压根梅里小月的真情流露, 话锋一转, 我相信你, 你不用现在就把钱转给我, 我们俩不分你我, 等你过几天甩了好强, 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说完, 留下在风中凌乱的小月, 和听到声音赶过来的好强, 自己迅速退场, 至此, 小马的表演正是落幕, 而我们的演出还没有结束。 那个男的是谁? 你说, 你背着我又找了一个? 行啊你, 小月, 果然婊子就是婊子。 我听到浩强用最难听的语言, 诅咒小月, 而小月只能一遍一遍地辩解。 但浩强经历了神秘的电话, 在房门口反复看到的男子, 无意中听到的深情告白, 他早就无法再相信小月了。 怪不得你让我把钱都转给你呢, 原来你是要和别人双宿双飞。 果然啊, 同样的戏码当初用在江心身上, 现在要用在我身上了吗? 浩强的声音声色巨厉, 我没有, 我没有, 浩强你要相信我, 我根本不认识那个男的, 这一切都是圈套, 对, 是江心的圈套。 我们走吧, 离开这里, 我觉得江心找来了, 这个小月果然还有点脑子, 江心会找来。 我现在八步的江心找来, 我好低头认错, 重新过日子, 听到这儿, 我愣了一下。 哼, 我就算找, 也不是来找你重新过日子的。 浩强继续说, 江心对我好, 又有钱, 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 非要和你合伙骗他钱呢? 从小我就听你的, 听你的, 我还以为你真的爱我, 原来到了最后, 你也就把我当个工具, 实际早用钱养了小白脸。 浩强, 那个人我不认识, 你信我呀, 真的是江心害我。 你看, 钱在我这里, 一分都没少。 你要让我信你也可以, 现在把钱都转到我的账上。 可万一江心找到了我们, 那不就又成了你们的共同财产了吗? 咱们当初商量好了的呀, 浩强, 钱先放在我这里, 等我们在国外换了身份, 重新结婚, 可以重新公正财产。 不然, 现在万一被江心拿回去怎么办? 江心在哪儿我不知道, 但你那个小白脸可是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 你现在必须转钱, 不转钱, 我就回去找江心, 一起报警告你盗窃。 浩强这一大招一放, 果然没多久, 小月就把钱赚了过来。 第一步, 转移财产, 成功。 谋财完毕, 开始害命。 浩强的账户, 我没有优顿, 是没法把钱再转回来的。 何况, 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转回到我的账户, 后面还不知道会有多少陷阱和恶心事。 就算真离了婚, 以浩强的人品, 也必然会从所谓的共同财产里分走一半。 浩强的疑心已经起了, 接下来, 就是要让小月怒火攻心了。 幸好这俩人士住在酒店, 就算炒成这样, 第二天也要照常到点而下楼取外卖。 下面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女演员, 丽姐的登台时刻了。 我和丽姐兵分两头, 丽姐拦住了在大堂的浩强, 尽力拖延时间。 什么肝肠寸断的哭啊, 声嘶力竭的骂啊, 句句揪心的悔啊, 字字血泪的恨啊。 闹得越大越好, 闹得越热闹越好, 就要把浩强折腾得心浮气躁, 肝胆剧烈。 而我, 则要在另一个舞台出现。 我敲响了他们的房门, 一会儿, 我听到了房间有动静, 但门没有开, 我知道是小月用猫眼看到了我, 但不敢给我开门。 没关系, 我早有准备。 我弯腰, 把一张打印的微信聊天记录 通过门缝塞了进去。 里面是我和浩强的聊天内容, 内容都是浩强如何悔恨, 希望我原谅, 我如何宽宏大量, 以爱为重, 我们又如何相逢一笑, 敏恩仇, 夫妻双双把家还。 当然, 聊天记录是伪造的, 随便找个微信小号, 用号墙的头像复制一个高仿号, 然后自导自演, 就可以来这么一出。 当然, 小月并不知道。 我把聊天记录塞进去之后, 隔着门缝问小月, 你不想知道。 我想跟你说什么吗? 一阵沉默, 就在我担心因为小月不开门, 计划没法进行的时候, 门还是如愿地打开了。 我手提着一盒蛋糕进门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小月防备地看着我。 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 我完全理解。 就像几天前, 我发现你们干的事情, 我当时的心情一样, 我看着小月, 所以我才来找你。 你要干嘛? 我打开蛋糕的包装, 又从我的包里拿出了一把切蛋糕的刀, 切了一块蛋糕, 递给小月。 她没有接。 放心, 蛋糕没堵, 我自己挖了一勺蛋糕, 吃了起来。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蛋糕, 是你最喜欢的蛋糕店。 还有半个月, 就到你的生日了, 现在事情闹到这样, 我估计也没法当面给你庆生了, 只能先买了蛋糕给你, 也算纪念一下 咱们这么长时间的姑嫂情分。 你把话说清楚, 还不够清楚吗? 小月, 就像当时浩强背叛了我一样, 现在他背叛了你。 你胡说, 我不相信。 证据不都摆在你眼前了吗? 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我告诉他, 我怀孕了。 你知道, 男人总是想要传宗接代的, 而你的身体这么弱, 我猜是生不了孩子的吧? 小月眼神里的痛, 已经说明我猜对了。 浩强说, 他并不想要孩子。 小月, 你可真是天真。 你和浩强一起长大, 是, 你们的感情是深, 但是在你的眼里, 他只是一个披着男人外壳的小男孩。 我顿了一下, 继续说, 但我不一样。 小月, 对我来说, 浩强就是一个男人。 我知道,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他真正要的是什么。 我可以给他家庭, 给他钱, 还能给他孩子。 对这些东西的渴望, 是他的男人天性决定的。 说到这儿, 我的内心都要吐了, 但还是假装深情地继续。 而你能给他什么呢? 等你们花完这些钱怎么办? 等你们相互厌倦怎么办? 你真以为靠爱就可以抵抗所有吗? 何况, 你确定你们的就是爱, 而浩强对我, 一点爱也没有吗? 不, 我不相信, 小月的防线已经被一步步击溃。 当初你们的突然离开, 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怀孕了, 我用手摸着自己的肚子继续, 浩强本来不敢当面和你分手, 但我不忍心让你受一遍我当初受的罪。 所以, 我先来找你, 也让你见见你未来的侄子。 而浩强, 他现在还在楼下, 我会鼓励他, 让他无论如何, 也来和你做一个正式的告别。 不, 不, 你胡说, 浩强不会背叛我的, 浩强不会的, 小月虽然嘴里这么说, 但我从他慌乱的眼睛里能够看出, 他已经信了大半。 现在, 就是一锤定音的时候了。 小月, 浩强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转给我了, 你不信我, 总要信钱吧。 说完这句, 我拿着包就走出了这个房间, 说到底, 什么赶天动地的爱情, 真正击碎他们的, 还是一个字, 钱。 事情其实非常简单, 钱转不走, 还转不没吗? 我给浩强的手机开通了短信转移功能。 这样, 后续我操作的时候, 银行的短信他就收不到了。 也感谢这个时代, 短信基本变成了最不常用的功能。 几天没有, 也没人会在意。 接着, 我登录了浩强的银行账户, 估计他也知道, 没有优顿, 我不能转钱, 所以之后也一直没有改过密码。 而我靠着密码, 已经足够我进行账户内操作了。 我把他所有的钱, 都转到了他账户内的贵金属保证金账户。 这是一个藏得很深的账户, 虽然在你的名下, 但你不仔细找, 又找不到。 你查账的时候, 只会显示你的余额为零。 到现在为止, 我的所有布局都完成了。 接下来, 就要看我的男女主角如何发挥了。 果然, 好不容易躲开丽姐纠缠的浩强, 终于回到了房间, 神色惊黄, 外卖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回到房间, 迎接他的就是一个歇斯底里, 已经陷入癫狂状态的小月。 浩强也是惊魂未定, 他拉着小月的手, 着急地说, 走, 小月, 快走。 走, 是你走, 还是我走? 我又能走去哪儿? 我还有什么? 浩强, 我从济世起, 就和你在一起, 没想到, 为了一个应该是工具的女人, 你居然背叛了我。 小月, 你在说什么呀? 小月, 丽姐都来了, 江心也马上就要来了, 还不走吗? 江心已经来了, 浩强, 她比你勇敢得多。 浩强, 到现在你都不敢承认吗? 小月, 你到底在说什么? 浩强, 你敢给我看看你的银行账户吗? 当然可以, 小月, 你看这。 浩强, 钱呢? 钱呢? 小月, 咱们的钱呢? 你是不是把钱又转回去了? 告诉我, 钱呢? 我转回去。 浩强, 我要那些钱有什么用啊? 从我记事起, 我的身边就有个你, 快三十年了, 我们一天, 都没分开过。 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呢? 浩强。 我以为我们终于苦尽甘来了呢? 浩强, 没想到, 你因为一个应该要成为工具的女人, 背叛了我。 小月, 小月你干什么呀? 小月, 小月, 因为我不能生孩子吗? 小月, 放下刀, 因为她有钱吗? 小月, 因为她把你当成一个男人吗? 因为你爱她吗? 因为我没钱, 不能生孩子, 就是一个卑微的, 爱你的人, 我就该被你抛弃是吗? 半个小时之后, 路过的人发现了房间门缝里流出来的血, 抱了紧。 打开门的时候, 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 已经没有声息的浩强, 和手持一把刀子, 站在血泊中的小月。 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但当那个我曾经爱着的男人, 真的因为我的计划, 被他深爱的女人杀死的时候, 我没有感受到复仇的快乐, 只是觉得空虚, 寒老。 在这场复仇中, 我好像也变成了一个怪兽, 其实我的计划很简单, 也并不完美。 而之所以最后走到了这一步, 其实还是因为小月的精神状况, 因为他们的计划突然被改变,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去取小月的药, 而一段时间的停药, 再加上逃跑的紧张, 被浩强质疑的委屈, 面对我的愤怒, 终于在最后一刻击垮了精神 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小月。 而我也以送蛋糕之名, 送去了那把最后沾满鲜血的刀。 一个月之后, 我站在浩强的墓前, 你最爱的女人, 现在正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你放心吧, 她会得到妥善的照顾。 本来, 你都要当爸爸了。 我那天和小月说的话, 并不全是假话。 那天我回到家, 发现流了很多的血。 我到医院挂了急诊, 才确定我流产了。 虽然这是你的孩子, 但也是我的孩子。 你为了你的爱, 葬送了我的孩子。 我就要用你的命来给他抵债。 其实, 真正让我定下这个计划的原因, 是这个没能出事的孩子。 我的计划分了两步。 第一步, 是让钱重新回到浩强的手里。 第二步, 我完全可以申请离婚, 紧急冻结资产程序。 那些钱, 我可以证明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拿回钱并不难。 但你们羞辱了我, 更残害了我的孩子。 这笔债, 我不能不算。 我买下了丽姐的网吧, 丽姐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城市, 去她想去的地方了。 而我反正也没有了房子, 就重新把丽姐的网吧 改建成了一个民宿。 我也搬了进来, 有客人的时候, 我就招待客人。 客人不多, 我就邀请朋友们来, 一起烧烤聊天。 我又成为了一个有钱的单身女人。